台南东区新独新巴克里公园特区 开始国际生活 亲近林延森独家享有 东奥主场馆设计师威延武 限量打造独一无二的公共住宅艺术 开启南台湾建筑新高度 复制北台湾台北信义计划区 捷运百货商场 作用看得见的璀璨未来 贵宾专线06-260-2777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尚琳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耶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的这个无律镜特辑 我们虽然睽围好几个月没有更新无律镜 真的 对啊 大概三四个月就没有找到适合人 也没有啦 应该说我问你要不要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两个月前吧 一两个月前 只是说巧到时间比较 大家都很忙 对大家都比较忙 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的业务量都暴增 疫情结束之后再暴增 对啦 因为你是跟国际比较有关 中文娱解锁 就是疫情对我们其实影响蛮大的 就是等于真的是 就是做国际援助的话 等于疫情三年就是被关三年 真的 我上次 我们无律镜的上一集是访那个 数位外交协会的国家佑 加油 好朋友 他还是心有戚戚 觉得说解锋了 又要开始出差了 觉得 怎么觉得好像被封起来比较好 像我们的话 应该就是 等于去年年底开始 就有一团疫症 然后后来就 哇 三月五月 然后现在七月十一 就整个 整个爆掉 没错没错没错 讲到这个我突然觉得很好笑 就是因为你在 罗慧夫如原基金会工作 我后来发现 我刚刚讲到国家佑的时候 我都忘记就是 其实我跟罗慧夫第一次接触 就是透过国家佑 就这圈子真的很小 我们当初就是在 应该是 跟家佑认识 越南 越南越南 2018或者2019之类的 应该是18还19 对对对 应该是19 19我想起来了 19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越南做德国际医疗很久了 1998年就开始 我们看到很多潜力在那边做如原医疗 所以我们就请了家佑来帮我们做在越南的社群媒体的在地经营 对 对 然后家佑也真的很厉害 就去就是去那边就帮我们就是啪啪照 然后帮忙把所有在地的联系都建立在一起 然后也帮我们引接到很棒的越南在台湾念书的研究生 现在是 现在也变成我们 即将变成我们的全职员工 对 然后帮我们做这个越南在地社群的很深入的经营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家佑还有数学外交协会是一个超强 超会就是建立各种不同人脉的一个单位 我觉得是太可怕 对 但是我每次看到家佑都会跟他 我都会跟他说 请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我觉得你不要被风吹走 对 我发现其实做这行就是 大家真的是用命在换 就是很有热情吧 因为就是做喜欢的事情 然后会觉得自己的 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会改变一些什么 所以才会觉得说 虽然钱真的也是赚得很少 就冲了吧 所以你自己当初踏入罗慧夫卢源基金会 因为罗慧夫基金会应该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对 那你当初踏入的这个契机到底是什么 其实讲实在话 当然也是需要一份工作 原来不是只是单纯找工作 对 那其实我自己大学研究 念书的时候 隐隐约约都知道 我对于助人工作很感兴趣 所以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服务心社团 我站在家服务心社团 就是去偏向带小朋友的夏令营这样子 然后自己找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刚出社会真的是也是蛮懵懂的 就觉得好 我知道我对助人工作感兴趣 可是我也不是社工系 我大学就念历史跟社会学 其实都还蛮难找工作的这样 历史加成社会学 真的真的 我也没什么好说 人类学 就更惨 没有最惨 所以后来那时候是在网路上就看到了 罗慧夫卢源基金会在争国际合作组的专员 然后我还印象蛮深刻 我那时候看他的那个争采广告 就是说第一个要可以讲英文 我想说OK 这个应该OK吧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科学毕业 社会科学的相关系所毕业 我说OK 这可以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对于适应短期的出国出差 可以有很好的适应性 然后我想说 这个我好像也OK 那不然就试试看吧 对新鲜的甘来说 这个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我可以 选我 现在发现是问题了吗 现在也还好 但是就是出国会蛮累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加入了之后 真的都是从头学起了 那时候 其实我也很感谢基金会 我觉得非英语组织 很愿意给新鲜人机会 然后其实真的是从头交起 对啊 然后我觉得在基金会里头 学到的东西也是慢慢累积 然后让我看到了一个 国际医疗合作的样貌 因为做节目的关系 加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 那个非英力组织的 这个免费宣传计划 再加上这个无虑镜 我们邀请了各种不同的 对不同议题关注的 不管是单位啊 或是人来节目上分享 所以认识很多 像这个领域工作的人 我感受就是 我在知道了这么多 非英力组织各自的工作内容之后 我发现 哇真的是 几乎每个人都要 好像有十项全能 就是必须要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 同胞在一起这样 对 VivPlan说 我只负责很专精的一小块 真的非常困难 在这个领域 我印象蛮深刻 因为我后来就是 也要负责招募 我的组内的同事嘛 然后我每次在填 那个真彩广告的网站的时候 都非常痛苦 因为我想要把所有的勾勾 全部都勾住 然后全世界的纪念 全都会 对对对对 就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便利商店 店员的状态这样子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 很难被定义的专业 那如果你一言以蔽之 其实就是沟通协调 还有专案管理 评估等等 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做方案的时候 其实就是专案管理 那我们如果带艺诊团出去 我们看起来又很像 领队跟导游 然后我们如果跟着 摄影团队出去拍片的话 我们又变成制片 然后如果是 那个国外的医师来台湾的话 我们好像有点像 他们的保姆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是我们 常常就是在那个专案底下 看到这个专案 如果要成真 它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就会尽量让我们的能力 可以补上 或者是说 我们去找 有这个专业的人 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件事情 那这其实也是我们 在整个工作里面 一直很常强调的 资源连结的特质 那我不准确定 听众对于罗慧夫基金会的了解 是大概多少 那因为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 其实也有跟你的同事 Sunning一起录归籍 那主要是 着重在那个绘本制作上面 那所以罗慧夫罗林基金会 主要的那个工作内容 或者说主要的那个目标 大概是什么 罗慧夫罗文基金会 是1989年的时候成立的 1989年 那已经三十几年 对 那他是有一位美国的医师 罗慧夫医师 他捐出他的退休金 然后成立这个基金会 那罗慧夫医师 其实是在1959年的时候 来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待了40年 然后把他的整个人生 最精华的时光 都奉献给这个国家 那也因为罗医师 他其实是台湾医疗的先行者 很多台湾的 比如说第一个加护病房 第一个乳炎中心 烧荡厂中心等等 都是在罗医师的 的远见下成立的 那他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看到了台湾的 春恶劣患者 乳炎患者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他在1989年的时候 捐出退休金 成立这个基金会 那基金会当然就是 以服务先天性 乳炎缺陷的患者 提供这些患者 好的医疗照护 跟心理社会 适应的需求的方案 我们是1998年的时候 跨出台湾 然后开始做 国际医疗合作 当初是为什么决定 跨出台湾 其实那是个机缘 当时有一个 在越南的台商 他看到了我们基金会 在台湾的讯息之后 就跑来 直接跑来办公室找我们 听说那个时候 就他说当时的越南 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 跟现在越南 完全不是同样一个样子了 对 然后那时候他说 真的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纯恶劣的小朋友 然后真的很可怜 而且他们当初的医疗资源 或是经济状况 可能都不太 没有办法做治疗 对不对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组织了疫症团 然后就基金会 跟着台湾的医疗团队 就到当地去做疫症 那后来去了越南之后 又也是透过这个台商的连结 又去了柬埔寨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这个网络也打开 就到菲律宾 后来也去蒙古 对 然后也去印尼 然后就整个就打开来了 对 而且我听你说 你还要去印度 对不对 对我们是这个月去了印度 因为之前有一位 印度的种子医师过来 所以基本上其实 基金会的国际合作网络 以亚洲为主 那我们有一个很酷的巴西的医师 也是一个热血青年 所以我们是两年前的时候 开了一个巴西的 纯恶劣招护方案 现在是在圣保罗 所以正在算是什么 事半中这样吗 就是在等于也是 支持这个医师 在当地可以成立一个好的 纯恶劣的照护团 所以等于说你们也用技术 跟经验资源 然后让他可以在那边建立起来 这样 没错 所以意思是说 因为在世界各国很多这种 纯恶劣的小朋友的患者 那他们可能 透过手术的方式 可以大大的改善他们的状况 但是因为当地可能资源匮乏 或是种种原因 没办法这样进行 对 所以台湾的这个疫诊团 就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国家 做疫诊 在一段期间内 然后就是等于说 在当地动手术 然后处理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就是说 其实纯恶劣属于 先天性的乳炎疾病 这个很专业 但他讲白话一点 其实就是 你脖子以上就是乳炎 对 那脸上的这个乳炎的缺陷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纯恶劣 那以东方人来说 以亚洲人来说 大概每600个到700个 新生儿里头 就会有一个是纯恶劣 六七百分之一很高 对 其实是很高的 那台湾因为经过 罗威夫医师 还有基金会 这些年的努力 所以其实台湾的整个 对于纯恶劣的医疗 照护做的非常的完整 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它是一个跨科别的团队的治疗 就是除了手术之外 然后你也包括像牙科 像语言治疗 像社工等等 可以一起来做 把这个病人的照护做好 那其实因为纯恶劣 它的比例其实蛮高的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其实并不影响 小朋友的智力的发展 所以它只要有好的手术 跟好的治疗 它完全可以过正常 一般人的生活 可是如果它没有好的治疗的话 它很可能就会被嘲笑 被排挤 然后讲话不清楚 那影响整个人 整个家庭 甚至是社会 对 而且就是在小朋友发展的阶段中 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这个是很外显的一个特征 对 所以基金会其实做工作 就是跟医疗团队的密切合作 就是医疗端的这些治疗 就是会由医疗团队进行 可是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心理的需求 比如说家庭照护的需求 比如说教养的需求等等 还有这些跟心理 跟社会相关的就是基金会这边来提供照顾 所以说这个罗伏伏如原基金会 从三十几年前开始在台湾耕耘之后 就是台湾其实在对如原疾病 或是存恶劣的小朋友的照护 跟他的处理 已经算是相对非常成熟 对 所以才开始有余力 可以把这个资源投到各个不同国家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是1998年开始 那我们其实也渐渐的看到我们的邻近的这些国家 他们有很高的需求 而且其实跟台湾比起来 他们的医疗的基础设施 其实是更缺乏的 那他当然就让我们想到 就是说 其实罗伟夫医师1959年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情况 跟当时的越南菲律宾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所以当我们还在很贫困 很缺乏资源的时候 有人帮了我们一把 当我们现在心有余力了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帮助别人 对 就等于说一个传承的概念 没错 没错 对 不过这种跨国的医疗 其实光是想象就觉得还蛮困难的 因为医疗我觉得算是一个很 特别是这种手术型的医疗 是一个很侵入式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得到当地足够的信任基础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就很难 对 对 就说 所以我们的整个合作的 算是模式好了 他比较 我们会从培训先走 有的时候是培训先走 有的时候是一诊先走 那时候其实会看 看当地的情况 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要先跟当地建立起好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 我们觉得有好的医师来台湾 培训 我们会提供奖学金 让他们来台湾学习最好的技术 然后等到他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些 后续的这些合作方案 比如说是补助医疗费 然后或者是赞助他手术的器械 让他可以在当地好好做手术 让他的医院的高层会看到说 其实把春恶劣做好 是可以让整个医院也有很好的好处 然后而且也可以帮助当地的病人 我觉得这样很棒 就是终极目标其实是让他们 让当地是有办法可以自给自主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才被培养起来之后 他们有团队有这样的条件跟硬体设备 或是说这整个你们过去的经验 也可以传承下去 然后他们最后就会有办法 可以自己站起来 对自己内部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不用每次都靠议诊的团队 所以我也觉得这其实是基金会 还有整个 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说 它是一种纯恶劣的台湾模式 就是我们其实是用永续的概念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不会只是用单次的议诊 其实议诊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 但是对我们来说 议诊更像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议诊 然后跟当地建立关系 建立信任感 然后他们看到 台湾的医师真的很会开刀 火力展示 没错 同时我们也跟他就是交朋友 然后我们也去让他们看到说 其实一个好的团队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也把他们年轻 有热忱的医师 邀请他们来到台湾培训 然后基金会这边提供奖学金 让他可以没有经济的担忧 然后学到好的手术之后 回去把他在台湾学到的技术 能够贡献给他的病人 用这种方式 其实比较能够用永续的 然后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 去把整个存恶劣的医疗品质 提升上来 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很难能可贵 因为像我自己对于这种跨国医疗的各种不同的专案 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 但是在了解过程中 其实就发现很多不同的组织在做疫诊 但是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疫诊的那个模式 就很流于这种谈话一线 我今天来咯 然后赶快大家看一看 然后我要走咯 拜 那这个的话就没有达到一个永续的效果 对 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疫诊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援助的介入的方式 因为像我自己曾经跟着美国的医疗团队去过瓜地马拉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去做 那我其实 因为我也是带着台湾模式去的 那我就会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疑惑 我想说那样这样子 你怎么 怎么做一次性的事情 对对对 可是我也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是说 因为瓜地马拉真的是没有医生可以开这样的刀 你是说再怎么培训都无法建立起团队 对 然后他们的病人真的很多 所以当你在面对一个基础条件真的很差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疫诊是最快速最有效去解决当下需求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如果长远来看的话 终究还是需要有人有组织来做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事情 对啊 就是大家会讲说我不但要治标也要治本 但是就是有时候那个标就已经太多 已经多到爆掉这样子 连标都治不完 更不用说本 没错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会觉得很自豪的地方 就是说 很自豪其实也很谦卑 因为我觉得是罗汇福医师在这么早以前就有那个远见 然后在台湾建立一个很好的医疗团队 跟一个很好的基金会 那我们作为基金会的一员 我们其实有把罗汇福医师的心愿吧 跟他的理念传承下来 然后不只在台湾 我们也走到东南亚 走到南亚 让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很好的医疗团队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纯恶脸的小朋友 不过在这种跨国医疗这个脉络下 你们碰到怎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其实跨国的合作最困难的一个还是关系的建立 因为你如何让人家知道 这个合作关系是可以让他获益的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更困难的事情是 他自己有没有想要让改变发生 所以我们常常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说 国际援助国际发展也好 其实他是一推一拉 我们不管再怎么推 如果对方其实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在推动一个合作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评估的就是 我们合作的这个医师跟这个医院 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们有没有自己内在的原动力 对 因为讲一句比较坦白话 其实做国际援助 做纯恶劣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赚钱的 对于这些开发中国家医院来说 对 因为手术本来就是收费也不低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可以透过接国外议诊团 可能美国去的 或者是欧洲去的议诊团 然后收收费 然后就是用定价的方式 他们其实可以创造很多英语 他们并不需要一定要能够培养医师 然后做卤盐团队 然后加会更多的病人 有的时候你如果站在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可能会反而想垄断这个 就是说他们多做这件事情 对于他们来赚钱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 或许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对我们来讲 基金会其实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要确保医疗的手术或者是治疗 是有品质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确保 医院确实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到他有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赞助手术费用 然后我们会补助部分的一些耗财的费用 当然这都一定要在合理 而且是双方都有 都共同有投入的状态之下 然后我们才会让这件事情 就是很稳定的往前推 对啊 因为有时候大家觉得 觉得说哎 透过手术 然后让医疗院所获得利益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讲 听起来人家尴尬 或者是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他就没办法永续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循环建立起来之后 才有可能变成一个 比较系统性的改变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 都是一个很讲求CP值的人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 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 紫金都是来自于大众的捐款 所以我们会比 我们当然会非常的斤斤计较 我们花的每一分钱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像 国外他们就是一定就是 全额补助啊 然后就是扎钱啊 这样我们都是把每一分钱 花在刀口上 花在刀口上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 就会变成 我们在钱上面 我们可能会抢不过那些 欧美的大的NGO 你说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个预算问题 对 要多少给多少 或者是说大傻逼这样 其实NGO也是一个很竞争的行业 然后大家 也有大小之分啊 也有那种庞然巨瘦 对 没错 所以特别是跟欧美那些资源很多的NGO比起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的强项是在于 我们的理念是要建立一个在地的团队 所以我们会找认同我们的医疗的合作伙伴 然后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当然我们也 其实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也有碰过理念不合 所以我们后来就暂停合作的 哦 理念不合 是怎样不合 就是 其实也在越南早期的时候 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其实他们只想要做一诊 然后他们其实对于培养当地团队 培养当地的医师 其实没有那么感兴趣 哦 那这样的话就 跟你们终极目标其实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就有暂停了 大概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他们有新的院长上任之后 我们的那个合作才又重新开始 可能作风改变 对对对 好像听起来你们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 然后做到最大化这个效果 没错 这个是 难怪你刚刚讲嘛 你在描述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想说 干我每个 每个技能都要打勾 每个技能都要 因为我也是进来NGO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NGO的产业是 产业就是说 这个专业里头所需要的东西是 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现场之后 才发现 原来是要这样子 很多时候是跟着前辈学 然后有时在组织里面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去找出解决的方案 很多时候也都是边走边看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要抓住 就是说我们是要用永续的方式解决事情 这样子 对对 你到现在为止你在罗慧夫那边工作多久了 我今年是第12年 12年 哇12年 我想必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长的一份工作了 对 然后也是第一份工作 也是第一份工作 对对对对 就是从真的是毕业开始 然后就直接投入 没错 那你觉得在费力组织工作12年之后 你觉得这个中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讲有点肉麻 但我觉得第一件事还蛮感恩的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工作比起来 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常会碰到好人 你说在这个领域中遇到好人的几率可能比较高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都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 它其实是一个理念走得比较前面的工作 然后当我去这些资源很不足的国家的时候 其实我碰到的医生 其实在这些开发中国家做纯恶劣 是很不赚钱的 所以那在这么资源缺乏的地方 然后好不容易家里面把你培养成一个医师 然后你居然还 就跑去做这个不赚钱的 没错 所以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天选之人 就是可能别人觉得他怪怪的 都充满热情 然后都热血青年这样子 然后其实跟这些人一起工作 就是一种爽感 就你明显知道 其实有很多就是资源不足 然后团队刚建立 然后到处都要跟人家拜托 然后找病人 然后要做手术 然后很累 可是因为你会发现 这些病人真的在这些医生的手上 有了新的生命 然后你会觉得 我虽然隔海离了很远 我在台湾 可是当我在办公室电脑前面 看着他们的报告 看他们的照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 其实你某种程度上 是参与了他们生命的某一个过程 对 你远远的旁观了他们 但是又同时觉得说 他这个改变在发生在 好像在你眼前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80%的时间是经历 有很多种行政作业 email 打电话 对对 就是非常痛苦 不是痛苦 就很无聊 很琐碎的这种行政的东西 但是最终当我们到了现场 然后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里面 真的还是会有 还是会被触动 就是他那个回报 可能是来到那个 你看到改变发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前面那些努力 好 应该是OK的 我其实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是个爸爸 我有两个小孩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没有小孩之前 我其实这个 就是Android的工作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然后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好 然后展现我 做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对 结果我女儿是2015年的时候出生 然后她出生满月 我就去柬埔寨了 那次疫诊 其实是一个很寻常的疫诊 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我那个疫诊 却发现我自己非常的情绪化 就是情绪化 我看到 唇恶脸的小朋友在病床上 我会一直掉眼泪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 他们的 就是那些小朋友 都长得跟我女儿好香 然后我才发现 因为当了爸爸之后 你看到小朋友就会有 这个叫父爱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才真实的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是这么的深刻 就是我女儿在台湾 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 那样的资源底下 可以很平安 很幸福的长大 可是在柬埔寨 在菲律宾 在印尼 那些小朋友 如果没有好的医疗 她很可能这辈子 都没有办法 很开心的活着 那那个在我没有小孩之前 对我来说 她可能是一份专业 可是当我有了小孩之后 我发现 那就是一个生命 就你开始觉得 可以relate 对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刚当爸爸 一个月的我来说 其实在现场看到 那些春日略宝宝 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冲击 对 那个冲击跟你 自己有小孩之前 应该是完全不同 但你之前 你在有小孩之前 你看到你可能也是会 心里还是有一些反应 但是程度应该差很多 没有当爸爸之前 就会觉得 这些小朋友都有 都是手术被缝起来的 好开心 就很棒 工作完成了 然后大家都 对 然后也很替他们开心 这样子 对 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开心 可是当自己有了小孩之后 再去对比那个东西 你就会觉得 生命的脆弱 跟世界的不公平 如果说我的工作 可以让这件事情 可以变得好一点点 我也觉得蛮好的 对 想不到当了爸爸之后 对工作的体悟 就有那么大的不同 我也是没有想过 对 我也是很少听到这样的 所以 我光是这样想 我也觉得我自己 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触 当然我现在还没当爸 但是我本身以前的时候 对小孩其实是 没有说特别喜欢小孩 就不像是有些人 就可能看到小孩 会尖叫 好可爱这样 那我是通常还好 一直到就是最近 也不最近 就是可能去年前年 我哥生了一个女儿 也是我侄女 然后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 我常会觉得说 哇 生命真是奇妙 我好像也开始可以 就是感受到 我看到其他小孩的时候 我好像不是单纯 把他视作为一个小孩 而是觉得说 其实任何一个人 就是 怎么说 发生在每个人的事情身上 的事情 其实就很奇妙 就它是一个命运 然后 它有可能发生在 你自己的子女身上 你也可以发生在 别人的子女身上 那感觉会 跟之前理解事情的方式 完全不同 我觉得做NGO 特别做国际援助 跟国际发展 其实像我在基金会 因为工作关系 我很常 我很常去国外的 儿童医院 然后其实去医院 就已经是一个 不是很愉快的经验 去儿童医院 常会让人感到更新碎 其实 对对对 所以其实 那个过程 就会发现说 台湾 这讲起来 就说 这样讲起来 好像很成枪烂调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在台湾的 这个很圆满 很富足的生活 如果我们可以 把这些宝贵的经验 去帮助更多的人 其实是 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 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讲 也可以更圆满 对 我也是这样想 这样真的是有点肉麻 对对对 其实我坐在对面 这样听也是觉得有点肉麻 但是跟事实的确如此啊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小朋友的病痛的时候 我都会没办法 然后你看到他们身上的肉瘤 或者是烫伤 或者是意外的肢体上面的伤害 你很难去想说 天哪那他们之后怎么办 对啊 对 所以 所以 这些其实我都没有答案 我都没有答案 对对对 然后我也常常觉得 呃 我就 我 我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嗯 然后或许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会发现 真的就是越做会越 会越谦卑吧 因为你会发现 你可以做事情就是这么多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希望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 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工作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你要不停的面对 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人 那些人可能是小朋友 也可能是成人 然后这个在情绪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 对 不过 但整件事情 整件事情是开心的 整件事情是圆满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台湾的医疗团队 跟开发中国家的医疗团队 因为我们的工作 然后把他们连接起来 对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有成就感 嗯 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医疗团队 在台湾可以好好开刀 没问题 越南菲律宾 印尼的团队 可以在他们国家 好好开刀 没问题 可是因为有我们 所以我们把他们两边串起来 然后产生更好的活化 你就觉得 也很爽 哈哈哈哈 就一个爽字 就是一个爽字 所以你在这个 你到很多不同国家 做那个就是专案的合作 不管是带议诊 或者说当地有一些会议 或者是交流等等 你没有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你就是跨文化交流嘛 而且这个医疗 一定会有什么好笑 或是工作上发生有好笑的事情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Yes Yes Yes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都不是英文为母语的国家 大部分都不是啦 然后所以 那个在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沟通的小细节 因为台湾的文化工作的步调都很快 对 然后我们都按照时间续来 然后都会先做计划 一环扣一环 然后有A在有B 有B在有C这样子 对 可是在很多开发中国国家 其实不是这样 开发中国就是 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 对 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 然后反正阿拉就会怎么样 硬许阿拉 对 然后我就发现说 当我一直想要 这早期很菜鸟的时候 就是 急急忙忙都想要跟对方 确认很多事情 对 然后对方就会一直说 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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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现就说 那个Yes根本就不是Yes Yes是在敷衍你 他Yes可能是说 Oh我听到了 或者是说 正知道了 对 我回去想一下 或者说 嗯 其实我不要告诉你 反正就是一个发语词 对 表示听到 然后所以我才发现 那个 就跨文化沟通 其实本身有很多的面向 那我 好 我自己想到一个 比较沉重的面向 是那个权力关系的面向 OK 就是 我常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是给资源的人 是出钱的人 对 那 其实我会常常要提醒我自己 就是说 一定要听懂对方的需求 然后要听懂 对方现在没有给你回应 是什么原因 他是不知道 还是不方便讲 还是他不好意思拒绝你 那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才意识到说 其实这件事情 很多到后来都要凭经验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你就算凭经验 也不见得会得到最后的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国际合作 最难的就是在这里 就是你其实很多时候最后 这样讲很悬 最后真的是要靠缘分 这真的太悬了 真的是蛮悬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 第一件事情是找到对的人 就是那个有热情 想要改变这个贫困的制度的人 因为资源不足 然后可能那个体制 也不是很友善 但是要冲破那个制度 其实要花很多力气跟时间 所以如果那个人愿意 就是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那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意思是说 只要找到这个所谓的热血青年 其实他可以让你们试半功倍 那如果只是想要 就是岁月静好 做很好的生活 那我们还是谢谢再联络 这其实蛮残酷的 但你没有什么理由去批判别人 当然当然 你需要人 就是需要有这种有冲励 是是是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大家很多人会想说 在费力组织工作 一定是 哇 有理想 有抱负 燃烧自己的热血 然后就像你前面讲了 前面有赚很多 可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付出很多劳动 那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我常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很热血 很好 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 其实 真的还是 要能够累积经验 然后看到更多的人之后 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或许 之后是可以的 所以 我常会 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会分享说 其实 NGO工作 或许不像大家 脑袋里面想的这么热血 在那个第一线 在天野地里面 这样子 哇 跟大家拔暖 这样子 好像自己好像很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办公室里面做和销 帅不起来 一点都帅不起来 然后打电话跟写email 暂败的是85的时间 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其实就是这些日常的锁碎的工作 累积起来 才有那个最后看到一整团的做手术完成的那个样子 或者是你让两边的医生真的做很好的医疗的交流 或者是说我们也因为有这一段时间的累积 所以疫情的时候 当所有的国境都关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都变成了非常重要提供存恶劣手术的单位 因为那些国家可能依赖国外的医疗团 我觉得工作的过程 其实每过几年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然后我觉得我大概前五年都在做这种基本工 就是很基本的写email打电话 其实写email跟打电话都需要功力 也是个艺术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你看对方怎么写 然后对方怎么讲 然后你怎么回应 其实一来一往之间 然后怎么把事情讲清楚 对 等等的 然后到了第五年之后 我才渐渐的看到除了工作之外 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还可以促成什么样的合作内容 还有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他也许不是在说谎 但是他可能有眼外之意 对对对 他冰山下面的东西 大堆 他前面就淡淡讲 对啊 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累积之后 然后你才看到你的工作 有一些新的可能 那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十二年当中 你在基金会工作 那你们卢惠夫基金会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受到怎样的质疑 所以因为我这样听起来的话 其实当然所有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正向 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NG组织 其实都一定会有人在质疑 我想质疑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知道说 台湾可能还有很多需求 那为什么要去国外做 那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回应是说 因为基金会以前受罗惠夫医师这样的帮助 那台湾其实整个社会在过去资源不足的时代 也都受很多国外的朋友的帮忙 所以现在当我们自己有实力了 自己有经验了 我们应该要去别的地方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另外其他的质疑的话 或是挑战 目前好像还真的比较少 对啊 毕竟因为你们在做的事情 真的是太正向了 没什么好挑战 除了是帮助外国人这点可能会被抢之外 其实其他好像暂时想不到什么可以挑战的点 对对对 因为 而且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蛮专注的 就是一个很特定的族群 对对对 那我相信这种质疑刚前面提到的 其实每个做外国人相关主题的NGO 应该都会碰过 台湾人还有很多 你说不帮人帮外国人 对 然后另外我们当然对我们来说 就算别人没有质疑 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做好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成果 跟我们的经费使用都是非常公开透明 对 所以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成果 我们的经费使用的状况 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 让捐款人知道 让大家知道说 他所捐的款项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多少是帮助台湾的病人 有哪些是帮助国外的患者 那都是会说明得很清楚这样子 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里 对于不管是乳原疾病 或是对于国际医疗援助等等 有兴趣的话 你通常会建议大家怎么做 当然最直接就是捐款 对 这好像也不用多说 对对对 因为其实捐款 这样支持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是最直接的方式 那另外其实我觉得 其实也不止我们 其实台湾的所有的非盈利组织 大家都会办很多活动 因为其实我们的理念 是想要让更多人 能够一起参与进来 那我们的共同的价值跟理念 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目标 都有一个服务的对象 那我们都是希望 让那样的对象 能够变得更好 那所以医疗也好 或者是做移工 做性别 然后儿哨 老人等等 其实我们都会办很多的展览 演讲 甚至有一些画作活动等等 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个下午 然后你可以认识一群很正向的人 听起来有点可怕 我觉得都会蛮有趣的啦 对对对 其实要参与啊 要关注 其实管道很多 是没错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可以 应该是可以至少先追踪一下 罗惠夫罗惠基金会的 我们基金会有脸书 有IG 然后中文英文也都有 欢迎大家上Facebook跟IG 关注我们 对 今天感谢你来分享这么多 其实原本 我原本想说聚焦那里 个人身上多一点 结果 其实突然变成基金会的介绍特辑 真的 这样会不会有 就是那个工商服务的 这个完全没有说到业配 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我跟罗惠夫罗惠基金会的这个渊源 虽然没有到很深 但是其实也好几年 就是一直透过 不管是郭嘉佑啊 或是透过像是Sony啊 其他人来做结束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 你们基金会 然后还有你们在做的事情 谢谢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台湾的NGO社群 是我们社会可以从一个威权时代走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我也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想要让我们的社会生命面更好 然后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 而且可以很自由的做 我想做什么就是都可以这样 当然重点是我们让别人可以更好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年代 你每次看到各式各样的国际新闻都觉得很悲伤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这样做事 我觉得还蛮幸福 而且我觉得还蛮自豪的啦 我觉得现在那个肉麻值大概 没有啦 其实整集都蛮肉麻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 在听你讲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非常佩服 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努力打拼的大家 谢谢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到这个里头来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肉麻子又更高一点 还好 因为已经到上线了 所以已经不用担心了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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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